前来因跟财政部一口同声力推加薪司法 但是却频频遭到绿营打脸 表示现在基本工资涨幅太小了 而且这个时候又勉励中小企业帮助减税 百名是在袒护雇主 杜绝低薪国民党团推出加薪司法 说是可以让企业自动为劳工加薪 财政部上午出席公厅会口径一致表示乐观其成 减费用130那是我们提的 所以我们支持 对我们经济成长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 所以这个部分财政部是乐观其成 但这听在绿营而立却很不识滋味 所有的成长的果实 全部跑到企业主的口中调高基本工资 能够让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能够真正的反映到劳工的身上 召开公厅会通批加薪司法 勉励企业享有130%扣底银锁税 根本就是在袒护雇主 表面上看似加薪主要还是在保送军工教 呼吁应该从调高基本工资开始 企业得到了减税的40% 而没有加薪的效果 今年我们希望基本工资 能够具体的调整到23745元 如果大环境好的话 加薪幅度自然增加 今年应该还是平平 中小企业对今年是否加薪与代保留 眼看全台薪资成长还停滞在民国87年 政府却在此时提出勉励企业相关措施 应于真能顺利回流到员工身上 见仁见智 接着王志文周一蝶台北报道